张化县长为民谷阵营今天炮轰对手县长参选人,立委王惠美要为反对前瞻建设道歉,王惠美则反批该道歉的是为阵营张化县长为民谷今天在曾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民进党中央,选队会召集人林希耀等人陪同下前往张化县选委会登记参选, 联系要重炮红国民党提名的张化县长参选人王惠美从去年起就激励杯阁前瞻建设,去年政府提出前瞻建设计划时,国民党就除怪招撒面粉,丢水球,撕报告书等杯阁,而王惠美现在又说支持前瞻建设,王惠美登记参选时应先跟选民道歉,否则选民怎能相信他? 担任魏民谷竟选总干使的邱建傅也说,在张化铁路高价化等公厅会,王惠美也从来不曾到场关心,现在才说支持前瞻建设,这是割到曹背的行为,王惠美得志为阵营炮轰则反击说该道歉的是魏民谷及民进党三位立委,没有为张化县好好争取中央提出的前瞻计划中轨道建设, 只给张化2300万元,张化铁路高价化387亿元并没有被列入前瞻建设,他是反对没有把张化的轨道建设列入的前瞻建设,加以都能列入200多亿元轨道工程在前瞻建设,为何张化没有? 而需等到111年才要编入公务预算中,张化铁路高价已等了20年,难道要再等20年? 王惠美说,中央前瞻议期的轨道预算经费是4241亿元,但是张化县平均每位县民只分配到18元,加以县每人分配到29830元,两者偏差的别,有良知的张化县民都不会同意,该道歉的是林希耀,魏民谷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 立委陈素月在回击说,赖清德院长多次宣布,行政院将支持包括张化市铁路高价化,台中捷运绿线延伸至陆港,台七十六线延伸至方院,污水下水道建设等近亿先亿的建设经费,王惠美若是真心支持张化的建设,就请为过去杯阁的行为诚心道歉。 张化县长魏民谷今天上午在民进党中央选队会召集人林希耀等人,陪同下前往张化县选委会登记参选,林希耀炮轰国民党提名的张化县长参选人王惠美杯隔前瞻建设,记者林婉玉摄影,分享。